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午我們的王牌禁數啦 那今天我們要來玩一台車喔 先來特訓一下 因為聽說這台車好像玩得厲害的話 基本上好像會比火箭5還要猛喔 所以我們就來練練看他 這遊戲其實他的車輛升級的東西 好像是可以...該怎麼說呢 可以分開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 像刀片討法的話就是可以用到我們側翼刀鋒上面 然後我們的人色液體就可以用在蠶的上面 所以也不用擔心就是 你升了一台蠶的話你就是怎麼樣 但是萬人的碎片就是有差別的 這個大家要記得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我們的蠶 那...畢竟是沒有跑過的車子 也跑過一點點啦 但是沒有到非常非常熟 所以也還不太敢先玩排位賽 那我們就先來玩個練習賽 然後... 個人的吧 好不好 先來玩一下個人的這個東西 因為這台車說真的他比較需要去練習 因為他的大招就是 開了之後是... 不要撞到什麼東西的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稍微偏困難一點點 但是我們就直接走起好不好 那大家現在有沒有在玩蠶這台車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因為蠶的話基本上我覺得 他需要的一些地圖熟悉度 還有哪個地方可以開或是怎麼樣的話 應該就是... 這些地方都應該還蠻需要去抓的 就不像我們刀片式跑法 只要大招一滿我們就可以直接隨便亂給他搞 而且這台車好像是也不能碰撞到別人喔 所以... 盡量給他領跑一下 然後這個蠶其實長得還蠻好看的 這個配色我蠻喜歡的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解鎖更多一些其他配色 其實我說真的 我都想要把這些車子染成白色你們知道嗎 白色應該還是哲平的最愛喔 先這樣 然後進來這邊 走起 然後彎 這邊再彎 喔是大的欸 是大型的 完了 沒事 我們往這邊走 像這個地方基本上就不太能夠開大招 這個已經撞爛了各位 這個哲平已經撞爛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出事情了 出事情了阿伯 但這台車這個明顯的速度好像就真的還蠻快的欸 還蠻OK的 好 這邊先走起 然後往上走 幹 完了 哈哈 完了喔 大招先開啟 我什麼東西都沒開到啊 哭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哈哈哈哈 我現在也Damage了喔 我再撞一下我可能就要壞掉了 我這張圖真的蠻難跑的 我再撞一下我就要壞爛了各位 哈哈哈哈 哇 重點是我們居然還沒有被追上欸 真好 彎個 GG囉 各位 噴 我記得好像是 完了 撞爛了 我記得好像是 他在開大招的時候是不能就是撞到任何東西欸 甩尾這些好像都可以 唉唷 這邊 似乎快的話是可以過去的 最後一圈 好 大致上我們已經領先很多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做壞壞的事情 這邊過來 往上走 甩尾 這地圖真的要記好一點點 你看像我剛剛 我剛剛這邊又忘記記了 然後走這個上面真的 確實蠻難走的欸 這個彎 這真的很難彎欸 這邊開大招會死 然後這邊走進去 走起 噴 沒有撞到 還行 但是我們沒有上去 上去應該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好像真的有提速蠻高的耶 說真的 這個位置掌握得好的話 這台車應該真的頂猛 有沒有現在專職在玩蠶啊 有沒有各位蠶大師可以交流一下 教一下哲平該如何 操控這台屌屌車 喔 最後了 我要撞到直接沒 撞到直接沒 但是 我不知道欸 海放蠻遠的 是不是 對啊 好像海放蠻遠的 這邊走起 GO 我這個底盤啊 如果是真的車的話應該早就爛掉了吧 這個 底盤直接爛掉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場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好一點點 第二場的話 看一下能不能跑更好 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場 我覺得玩這種車的話 就像大招如果不能碰撞的話 真的就是 要穩一點點 其實大概就是那個 甩尾過彎那些的話要掌握得好一點點就可以了 然後盡量就是 一開始就衝出去 然後不要跟別人有太多的那個 會車的感覺 跟太多人一起會車 就真的很麻煩 好 哇 然後這遊戲資源商它是可以換氮氣的喔 有時候你可以換一些比較大K的氮氣 好像是不是會比較好跑還是怎麽樣 這台車真的好像速很快欸 蠻高速的 然後這邊我們先不開大招 先等那個彎道就是比較好的地方我們再開 好 這個時候 這邊 高速了 高速行駛 OK 這樣好像就可以喔 而且就是我們大招開完之後它好像 還會再有一個那個 給你一些就是那個 加乘補氣的那個氣 好像還不錯 OK 甩 噴 甩 沒問題 這會不會比我們之前的成績都好啊 如果是比我們之前的成績都好的話 那確實就是這台車很快欸 沒講到這麽快就跑完了 我看一下喔 我們之前是多少啊 1 然後1分33 牛欸 優欸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是跑比之前還要快欸 說真的 那我們這台真的是可能玩得好的話 有可能會 比較比那個刀片式跑法還要強喔 因為我們剛打破了這個新成績 蠶是真的可以練的欸 那蠶跟火箭壺的話你們會選哪一台啊 因為我覺得火箭壺的話 它好像就不用擔心壯不壯的問題喔 它好像就是可以直接那個 有新紀錄欸 真的是新紀錄欸 好猛好猛 來 繼續 走起 練給它練起來 啊 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這一場 這圖不到有沒有 有沒有跑過 但我覺得好像就算沒有跑過我就是 喔 就是剛剛那一張嘛 好像還行 好 這邊過來 往這邊走 加氣 甩 然後這邊是大甩 來 然後這邊要開始撞頭了喔 這個地方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能要硬硬彎吧 然後這邊 往這邊走 沒問題 然後這邊直接直線 然後直接加速 這邊過來 然後開甩 上去 欸嘿嘿 上去了 還行欸這個 哈哈哈哈 那邊好像是只要你有加速 就已經過去了樣子 完了撞到了 不然剛剛那邊應該表現得還不錯 這邊是不是大拖飄就過去了啊 然後我要擺正車頭一直用小噴這樣 好 衝 應該快要可以再開一個大周了 完了這邊如果剛剛沒有撞到應該就開了 衝 甩 這好像是兩圈賽道吧 喔 來了 這邊 來 走起 飛 唉唷 速度是真的有高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的一般的那個 飛沒有辦法就是那麼順利的飛過去 但是這邊的話可以 哈哈哈 幹完了 哈哈哈 唉唷 有欸 這台我說真的 這跑起來會比那個欸 會比刀片還要強很多 我已經感受到他的這個速度感了 沒有問題欸 海放的感覺 走起 好 然後加這個 不要撞到就都沒事 好 開甩 撞到了 完了 上去 哇 完了 哈哈哈 愛完了 Damage damage 哇 怎麼會這樣 好慘 完了 要撞到爛掉了 擺頭 擺頭 晃圍 拜託晃圍 你可以再開個大招 最後環節 最後那個拉速度是真的不錯啊 這邊先走起 然後最後一個地方 這邊 甩 來 還沒到那邊 但這邊也OK 這個速度是真的提很高 我直接 我直接從那邊就開始飛了耶各位 這個很強 這台我基本上要練定了這台 我覺得這個速度真的是提的比刀片還要強 3分09啊 好不好 我們中間還有失誤蠻多的 這台我最近應該會拿去打排位賽 然後看一下 究竟跑起來感覺不出 是會怎麼樣 我覺得戰彈不錯耶 所以其實一開始十連錯的話 應該是火箭胡針這台選吧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這個基本上你的大招 只要沒有任何的碰撞或幹嘛 那個 提速速度真的是 快到一個不行 那大家還有推薦哪一系車子的話 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屁姐姐囉 大家 掰掰囉 每amente 我們要是胖外 我們雙股目的 雙股目線 �慈 雙股目線 人 瓣 柫 是 啊 提劉 لي